我们今天来到的是中立搜狗 在8月底才刚开幕的 Kangor的帽子柜就在中立搜狗的二楼 今天要带大家来挑选好看的帽子柜 它也有可可 中立区为桃园全市最重要的经济教育及交通中心之一 更拥有多处热闹的商圈及客民族群交会发展的特色 嗨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咸菜日常 今天要带大家来到的是中原大学 但是其实不是中原大学啦 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去中原大学吃饱它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原夜市 其实我对这边完全不了解 大家听说中原大学是老蔡的第一志愿 我的第一志愿 所有对于试内设计感兴趣的学生的第一志愿 所以中原大学试内设计是很强的科系 OK 好那我相信在这个商圈一定有非常多好吃的美食 那我们现在就带大家前往探索吧 本来今天就是一集吃播 今天是吃到爆了星辰 但我们今天忘记带麦克风了 所以可能声音会有点小声 就请大家多多见谅咯 大概要喊就这么大声 对 大家好 大声到旁边的吃饭学生都会想说你们在干嘛 好了没错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吧 Go 中原夜市为大桃源夜市当中最多元化的夜市 聚烦小吃 餐厅 及服饰等等 在入夜后都会聚集相当多的人潮 我们现在第一站就来到了非常 哈哈哈 驚讶的表情的部分 对 你有吃过这一家吗 听说这间是来到中原市必吃的一间鲜肉汤包教育官员 嚇到一天要飞出来 哈哈哈 马上干掉 哈哈 那我们现在就是在漫长的排队队伍里面 算了反正我们上次北投都排那么久了 今天我们在练就一身排队的公租 在台湾 知名的小龙汤包有不少家 但一说到中原夜市的御冠园 可是让在地人与来访游客都赞不缺口的好味道 好了我们现在过着的小龙汤包 而且其实它排队没有想象中那么久了 因为我们刚刚大概有50公司那么远 然后大概其实十来分钟就排到了 因为它其实这边卖的商品就只有小龙汤 然后还有饮料而已 我觉得算不算了 这边有那个提东招牌辣酱 它有一个酱油汁 对它的那个盘子上面有专门的酱油汤 汤汁多吗 很甜啊 那个很香很甜的葱味 OK 自己做 好吃 而且我觉得它的外皮非常Q 然后其实它的那个提供那个招牌辣酱啊 非常的香 然后其实我觉得不会辣 然后跟一点麻香 对不对 不会辣就是麻麻的 对对 刺激你味蕾会觉得很舒服 对 我觉得超好吃的原因是因为 皮以外我觉得内馅的汁 对 各种口味的层次很分明 我觉得还可以感受到一些就是 米酒盐过的那个很清新的味道 对 超好吃 但是你默默吃完三颗 对 超可以 难怪有这么多人在买 对 再来就是老菜的最爱啦 号称全台最大的车轮饼 将咸酥鸡与起司放在车轮饼里面 虽然听起来不太大嘎 尝起来却是非常幸福的好滋味喔 好的 我们刚刚先预定了那个 咸酥鸡车轮饼 对 它这件事叫做碗饼 然后是 听说在中原市里非常的胖 然后它现在已经可以电话预定了 所以如果要买的话 也可以打电话来跟他们预定 它制作过程的时候 鹹酥鸡甚至会放到三块 我会放到三块鹹酥鸡 就至少要两块 然后尤其比较小的会有三块 对 它鸡肉看起来非常大块耶 好吃耶 吃播吃播 而且它透达有五公分耶 我觉得它调味超超好 尤其有一些微微的调味过 然后再搭配这个起司 配上饼皮有一点甜甜的 所以它饼皮是好吃的吗 是酥脆的那种吗 是薄 是薄的 对 可是是好吃的 反正吃起来就是一个融合 我觉得是因为起司在加分 就是会让口感整个很融合 很调和的很顺 那种幸福的滋味 对 幸福的滋味是不是 真的假的 超幸福的耶 它的鸡前游鸡超温 但是我描述不来 就是因为它的口感 它的味道还蛮新奇的 所以没吃过这种融合在一起的感觉 结论就是幸福 生气一个屁 狂妄 而且刚刚那个丸饼啊 就是有一个妈妈带小孩 然后他们刚刚说买了一个爆漿起司口味 买完起司口之后 觉得非常好吃 然后后来又骑回来 又再买了一个前苏妻 而且他们在地人 对他们在地人 也说非常好吃 然后推荐给我们这样 马上加入你的中原夜市的清单 好不好 绝对不会后悔 接下来我们路过了一家 看起来很好吃的金虾臭豆腐 以及相当多人推荐的香肠炒蜜肠 但因为在路边不方便 边吃边拍 所以我们稍后会再跟各位一起介绍哦 我们现在来到的下一站是 是这个香肠草米肠 听说在中原夜市也是非常的有名哦 而且呢 它有这个ABCT套餐 其实都把你配好了 就是可以不用去想说 欸你要去吃什么 所以其实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那我们大家就来试看看 它的味道如何吧 人生第一次吃过那么多号码牌 你在中原夜市 对 我们现在手上超多号码牌的 因为每一间是几乎都要排队拿号码牌 它很便利 对 其实我觉得也不错啊 就是你这一间买完 然后就可以去隔壁一餐 再去别餐别餐就一直买下去 但我觉得蛮好笑的 对 对我们现在手上有一堆号码牌 等一下就是一间一间回去拿 刚拿到了一份的是金沙臭豆腐 跟那个香肠炒米肠 然后我们现在要躲到岸巷里面试吃 因为刚刚外面太炒了 在外面边走边吃又不方便 所以我们想说 找个地方坐一下也顺便休息一下 它刚刚那个酱看起来很厉害 直接用甜蛋黄跟蒜去炒的 它虽然没有就是那个 一般的那种炸臭都不这么酥脆 但我觉得其实有点蛮好吃 你是不是还好 我觉得它很期待太高了 我觉得它调味不出色啦 对 但是豆腐是好吃的 豆腐吃得出它的质感是好的 但是调味我觉得没有那么惊艳 我现在觉得吃到最好吃的金沙豆腐 是那个金竹的扇豆腐 口感有点像油豆腐 我觉得它有点太硬了 对 它没有像那个一般素质臭豆腐 这么外酥内乱的感觉 它是咬下去就很像你在吃豆干的感觉 我们来试试下一间的大肠炒米汤 大肠炒香肠 香肠炒米汤 然后因为它它有分A套餐 各种套餐嘛 所以它其实里面还有炒了 猪血糕跟花椰菜 还有那个铁板面等等的东西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丰盛的配料 它有欧脸你看 这个下韭菜 我觉得很香耶 我觉得有热炒感 今天真的还蛮多人在排队 可能就是100块就可以吃很薄这样子 而且它是分两盒装 然后它的分量也是非常的多 我觉得真的蛮好吃的 因为我住在这边会蛮想吃的 酱油炒店感觉 然后其实我觉得有点台式干锅干 我觉得这个香气是蛮好的 因为我本人很喜欢吃干的东西 然后它还可以自己调味 就是它会摆很多不同的调味料 让你可以自己加 那些料我都喜欢 所以好吃 好吃 好 OK 我们这一间香草超饼 获得一个葱烧包 好的 听说这一间也是 中英也是非常有名的包子 因为这是我在中英大学念书的朋友 推荐 所以它光提就很香了 而且它这个也不是一般的蒸肉包 有点像有煎过的那种特大号水煎包 然后它里面是这样子耶 是这样子耶 而且它非常多汤匙 你看还有下风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水煎包式的胡椒饼 因为它里面就是 它的肉馅是有胡椒味的香气 它其实咬下去之后 是有很多葱味的 外面的包皮 外面的包皮 外面的包皮是相当Q软的 点头乳倒酸 公美食品 很像是胡椒饼 很像是胡椒饼 真的非常好吃 推荐给大家 我们就进行下一站咯 中英夜市有一间 就是非常有名的台队地瓜球 台湾屋地瓜 台湾屋地瓜球 然后他们刚刚每次不管怎么经过都是一堆人 然后呢 老蔡是地瓜球小王子 没有这样说 哈哈哈 他们家在铃铛卖地瓜球的 所以 其实我们每次到外面的地瓜球 都很想试看看不同地方的味道 因为其实它的品价有点两次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它超酥然后超薄的 ok 所以它是酥的 但我觉得缺点可能是 它里面的馅料比较少 没那么Q 口感跟味道都很不错 口感味道是好吃 嗯 嗯 它很大颗耶 它有些地方很软的地方很硬 所以 吃起来稍微不均匀 对 然后我觉得里面馅料比较少 可是味道很好 对 我觉得味道是好的 但是我觉得它没有成这样的作用 就是见了见智 我自己觉得还好 但老菜觉得好吃 觉得好吃 好 我觉得还好 对 我觉得你们家比较好吃 好啦 今天推荐给大家 老菜推荐给大家 不知道有吃过的朋友 你觉得如何呢 也可以在下面给我们分享 好的 我们下一站来到的是我的同学非常推荐的手工烤布雷 然后我们刚刚一到店的时候 也超多人在排队 所以也是一样就是 号码还发到不行 大家都一次买六个 因为它三个是一百块 一个三十五 三个一百 然后我们现在就来试吃看看 对 烤布雷的魅力 它有一个订购的电话 就是大家如果想要先 预定预定的话 可以打电话 对 因为我上次曾经有在家 自己试做烤布雷 然后就是 失败到他 失败到不行 我觉得它的焦糖很好舒服 你看到老板很谨慎 在那边 把它的塔子中那边均匀 在靠出这么薄 这么脆的焦糖 然后我觉得它布雷的部分 我觉得非常creamy的感觉 对 而且它现在有 我觉得它的口感是非常香 真的很柔色 很像在吃冰过的奶油 对对对对 然后加上那个焦糖 是微微的酷甜的味道 我觉得整个整体来说 是非常搭配的 然后这一天焦糖 可能也推荐给大家 真的好吃 没错 再来 如果你还没吃饱的话 以下这两家 也可以试看看喔 很多人推荐的 汉籍神煎包 以及印藏在岸巷中的 藏法阿贝 葱油饼 也是相当有人气的排队名摊喔 好 好的 那我们现在要吃的是 上海神煎包 它在那个 就是在开运木地瓜球的对面而已 因为很多人推荐它 说是一个好吃的神煎包 所以我们做也来试看看 是卖高丽菜的鲜肉 鲜肉 一颗十块钱 我觉得还行啊 它的高丽菜口味里面是有包 好融合 但是我觉得它 很有特别令人惊艳啦 然后因为它其实也不大颗 然后里面就是很多高丽菜 普普通通啊 对 这是我觉得 如果你想吃的话就买来吃了 当然下一道是 非常多人排队的那个 藏法阿贝的那个葱油饼 我刚大概排了20分左右吧 我刚觉得还不错 因为它有加蛋跟不加蛋两种口味 然后加蛋的话 它的蛋会有那个 加上九层塔 然后会增加它的香气 咬下去你可以感觉到 它就是它会有一层一层的口感 对 它的那个葱油饼皮是有层次的 面皮也煎得非常香 它饼皮很好吃耶 对 就是今天真的超酥的 嗯 而且它也非常便宜 它一份才25块 然后不加蛋是20块 虽然就是在印藏在很后面 但是它其实非常多人知道它 所以它排得也排得很长喔 我觉得它吃起来蛮像 就是比较酥脆的葱抓饼的感觉 我觉得蛮好吃的 蛮好吃的 因为它 它的边边就是 大部分就是 葱肉饼不是边边都会比较焦 比较酥 嗯 但它就是真的酥到不会焦 嗯 它是纯粹就是酥脆 就觉得阿伯蛮厉害的 没错 推推 而且阿伯我觉得很可爱 呵呵 就是它会很好吃 有点幽默的跟大家点餐 对 而且还要自己找钱喔 好啦 下次有来终于也是 别出过这一家 老板娘超级阿伯利的 他们就是把料全部都给了 就随便搬家 我就在这里很热情 这碗是粽荷仙草 对 这碗是粽荷仙草草 也是他们这间店 非常有名的产品 而且刚刚他们说 今天珍珠没有来 然后我换成艺人 艺人比较贵 我挖一下这个仙草奶洞 哇 对 而且阿 就是连外带还可以多送 他会问你说 要不要多加一包冰 他真的会挖一包冰 给你带回去 我觉得这就是 曹仁仁的热情 因为其实它隔壁间就是那个 沿州鱼是非常多人推荐的 那个高际的什么红星粉圆 但是 因为它今天每一台 所以我们想说 诶那你试看看这一家粉红旺 其实有点出乎意料的好吃 好的大家 我们今天呢 非常用力的吃完了 中原夜市 吃了十家 对我们吃了十家 整整十家 然后呢 这是我第一次来 所以我也非常惊艳说 诶 其实在中原夜市 中原大学外面这个商圈 有非常多的美食存在 其实每一家看起来都真的非常好吃 因为我觉得 台湾有很多大学外面的商圈 其实都有这样子的夜市 但是这次中原夜市有让我蛮惊艳的是 有蛮多特色的东西 是别的地方没有的 而且我觉得我们今天吃的十家 很特别是 每一家都要排队 对 就是有经验到的 就没想到 哦来吃 中原夜市这边吃美食 其实是每一家都是排队名店 希望我们今天找的这十家产品 是大家都蛮感兴趣的 或是大家都尝试过的 对 那如果今天要排名 你觉得你前三名会是谁 我前三名喔 我觉得 丸饼的那个咸酥鸡车伦饼 然后再来是汤包 然后 我觉得烤鱼的也可以 第三名 那你呢 你干嘛说我第一名 第一名是丸饼 因为我觉得那个 幸福的滋味真的很难得 其实蛮好吃的 所以我觉得很新奇吧 你自己毕生没有吃过像这样的味道 或这样的结合像的味道 因为我们上次在北投是吃里面包金沙 对 但是它就是甜的 然后这个是真的让我很惊艳 对 第二名会给 我觉得可能会给那个 长发伯伯 长发伯伯 的葱油饼 因为我刚刚其实有点美一点 可是吃一次就觉得 哦 怎么那么好吃 就刚刚录影之后 可能觉得自己有点累了 对 可是我刚刚出来就觉得好香喔 我觉得它的香味就是 会让我很怀念 很喜欢的味道 就是一个很古早味 可是你却可以感受到它很用心 而且我觉得主要是很酥脆 刚起锅之后 你马上咬第一口下去 那个酥脆感真的是off 我可能第三名会给那个鲜肉糖包 哦 因为我本身不太喜欢吃甜点 但是它是OK的啦 对 就有点并驾齐驱 对 然后第三名就跟鲜肉糖包 或者是布雷 对 都很好吃 那糖包的滋味 超赞 真的无法形容 那我觉得它这边虽然是排队 但是它消化足够是算快的 而且其实可能是因为今天是周云 所以其实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欢迎平日来中云夜市这边 来走走吃吃逛逛好不好 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别忘了 记得帮我们 按赞、分享、加订阅哦 没错 现在日常下期见咯 拜拜